常听外国朋友说 你们台湾人真的好幸福哦 只要半个钟头就可以到达国家公园 他们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前往的目的地 台北的后花园 阳明山国家公园 来一趟感性与知性之旅 阳明山国家公园面积约有一万多公顷 不过许多人对于阳明山的印象 多半只停留在花季时的灿烂 殊不知阳明山更是一处特殊火山地形景观 及地质构造完备的自然教室 现在就让我们走一趟深具山野情趣 与教育寻知的丰富之旅吧 在旅游路线的安排上 我们将由 养德大道直上 阳明山前山及后山公园 小游坑 秦天岗 冷水坑 竹子湖 二瓶子 龙凤谷 以及大屯自然公园等风景点 从士林走养德大道进入阳明山 在中正公园 也就是前山公园里 巧夺天公的规划陵园 透露出现代人追求自然朴实的渴望 阳明湖的轻柔淡雅 配合湖边色彩多变的杜鹃花 樱花 更令人心旷神怡 夏天里 娇艳抚媚的碎莲 静静地沾满了整个湖面 徐风吹过 碎莲花轻盈的摇曳者 犹如舞台剧上的芭蕾舞者 啥是好看 深秋的湖面上 倒影的竟是点点红叶 满山泛红的七树 给阳明山带来些许异国情趣 搭配古色古香的景观亭 增添了中正公园 温润田径的观赏情趣 当我们要前往后山公园时 可以先到红瓦白墙 造型浮雅的游客中心 您可以先由 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安排的 幻灯片简介 静态图片资料及模型等 正是阳明山的火山地形 生态及油气区的介绍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在旅游图中 学习到丰富的尝试与体力的补充 阳明山后山公园 也就是一般所指的阳明山公园 在每年的花季 总是吸引大量的观光客 公园内各项完善的设施 如七彩喷水池 小影坛 展望台 瀑布区 以及最具代表性的大花中 园区内片植着梅、樱、桃、礼、杜鹃、茶花等各式花卉 如果零的旅游时间 安排在二月中旬到四月初之间 便可以惊艳一番 享受繁花盛开花团锦簇的 杨明山花季 大家都知道 杨明山原名是满具乡土味的草山 是为了记念明代学者王阳明而改为杨明山 王阳明的塑像就坐落在山中广场 手指木杖 脸上十足的学者工范 对于他所提倡的格物置之 知行合一 至今仍影响着许多知识分子的处事原则 在杨明山国家公园内 许多山西间平缓古地 被辟为农田 形成美丽的梯田景观 现在外景队 来到这块梯田 就是杨明山最为著名的竹子湖 昔日 这里是火山烟色湖 在日俱时代 曾经是知名的温泉区 因为地势平坦 补水干涸 逐渐开发为农田使用 竹子湖是杨明山地形上最具特色的安部 每年三月 是竹子湖海域盛开的时候 这个时候 总会吸引大批人潮前来赏域 饮水、沐浴的水潭挖地 以及清代以来残留的牛舍遗迹 秦天岗大草原 秦天岗大草原 因为位在鱼路古道捷径的沿途最高点 所以有领头支撑 左可以俯视金山平原 又可以眺望夏旺草岗及大台北盆地 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冲之地 也是台北盆地防御上的桥头堡 西元1895年 台湾割让日本之后 许多抗日异军退守此处 曾经集结数千兵力 跟日军周旋数月 现在还有当初山寨留下的城门古迹遗址 离开了清清大草原 我们的外景小组沿着阳津公路 来到了七谷山路的马槽附近 马槽上远的旗古山是著名的温泉区 可以见到丰富的火山气体 矿物质经由地热作用 透过地表沿层缝隙而冒出 阳明山另外一个知名景点冷水坑 从清朝中叶就有此地名 因为附近有沉寂的碗口状 小火山爆裂口 远远不绝地流出低温的温泉 其实冷水坑的水一点都不冷 有40度C呢 相较于阳明山国家公园 其他温泉水温算是比较冷的 所以称作冷水坑 位在阳明山冷水坑停车厂旁的牛奶壶 它是台湾唯一的沉淀硫磺礦床 池水略为乳白色 牛奶壶的池底会喷出硫磺瓦斯 而其中带有硫磺粒子 沉淀而使得湖泊成为乳白色 所涌出的地下水属中性硫磺炎泉 因为池水含大量的矿物质 池水呈乳白色状 所以被称为牛奶壶 冷水坑在地理上所指的是 位在七星山、七谷山及竹高山间的平潭谷地 早期可能是火山熔岩形成的烟色湖 后经内双溪上缘的松溪不断向缘侵蚀 才形成现今的溪谷与平坦台地 民国八十年挖掘冷水坑吊桥地基时 还可以见到沉层的火山灰与火山碎屑岩等 由此可以证明冷水坑是火山爆发后 所形成的 由于冷水坑位在大屯火山群中央地带 由广布的地质热液换植带 及其所形成的火山爆裂口、流气孔、喷气孔等 创造了此区特有的火山地热景观 这些特有的野生物、植物及火山地热 产生的硫磺矿产等资源 孕育了早期鲜明的生活文化 目前可以从采矿残存的低洼处 施生植物为主的昭泽地 冷水坑游客服务站 下方的田园景观区 早期曾经是鲜明、栽植、番薯、杂粮为生的处所 接下来我们取到竹子湖到北新庄101甲县道 也就是经由巴拉卡公路造访大屯自然公园 沿着巴拉卡公路前行 在这一段路程中最适合我们远眺了 连七星山路的小油坑爆裂口 在这里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大屯山自然公园 就位在大屯山与菜宫坑山之间 是一个标准的火山盆地地形 中间凹地遗留有火山口痕迹 盆地内因为常年雨水堆积而形成水泽地 泽中的水生植物也不少哦 如水毛花、真令等 对于喜爱植物研究的人来说 杨明山国家公园无疑是一个天然的生物教室 在您进入大屯山主峰之前 您可以先走访蝴蝶花廊 与二子坪油气区 每年四到六月是蝴蝶长城期间 在这段时节里 厂阳在彩蝶满天、繁花盛开的蝴蝶花廊 一路走来不仅追风赏蝶 神清气爽 对于蝴蝶花廊内 大约有133种不同种类的蝴蝶 蝴蝶蝶蝶。 如凤蝶峰的大红纹凤蝶 白纹凤蝶、班蝶窩的流球青斑蝶、 小青斑蝶 还有甲蝶蝶中的黑端豹斑蝶 石墙碟及红心夹碟等等 都具有美丽的花纹及飞翔姿态 几乎观赏价值 沿着蝴蝶花廊步行大约30分钟 就可以到达二子坪油气区 区内设有石板步道、凉亭等设施 二子坪油气区内道路平坦 地势宽广开阔 更由于地处大屯山的西侧背封面 因此常有云雾笼罩 加上二子坪油气区 建于氧热带与温暖带之间 气候温和临向复杂 周围以红南、胚松、丰香为主的林木 而亚乔木及灌木层 则以台湾山香园、树起、墨点樱桃、长耿紫麻 兼叶漆及台湾树森为主 草本层多为孤婆芋、兰坎区瑞马兰、台湾马兰、蛇根草 黄花鼠尾草、水鸭角、秋海棠及各种蕨类 是民众造访生态环境的绝佳去处 二子坪油气区的植物林象 还有杜鹃、山鹰、小叶赤楠、乌皮九穹及多种蝴蝶、石草蜜原植物 加上多种的水生植物 让林在假日的时候来赏蝶、赏鸟、登山、践行、赏景观察植物 度过一个悠闲的美好时光 中文字幕提供 旧名大黄嘴的龙凤谷、硫磺谷、油气区 就位在国家公园的西南侧 是公园区内重要的温泉地热分布区 也曾经是清朝人士玉永和来台采办硫磺的所在地 硫磺谷位在北投区 石坛路与泉源路之间 谷地长约一公里 宽约一百五十公尺 在此地除了可以看见鱼鱼的白烟 与向上直冒的腾腾热气 而随着热气 扑鼻而来的阵阵硫磺味 也是硫磺谷的特色之一 硫磺谷的地热形态属于蒸汽型 因此喷出的物质是热蒸汽 而不是热水 台北市自来水事业处利用此地的地热 接引山上的溪水和雨水 到谷中几处池子 经蒸汽加热作用后 形成人工温泉 供应了北投区附近的居民与游客使用 因此硫磺谷可说是北投温泉的源头 国家公园管理处在硫磺谷设有解说牌 眺望平台凉亭提供前来观赏的游客使用 在一整天的游览之后 晚上还可以就近到北投 来个温泉浴 纾减一下全身的疲惫 在这一天充实的阳明山国家公园之旅中 您是否获益不少呢 我们也要和您说声 拜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